已经进驻中科并且开始营运的厂商 像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友达跟旭能 到底有没有必要停工 行政院长跟法院现在出现了不同的说法 吴敦毅认为法律上还有一些必须要厘清的地方 所以支持国科会跟环保署提出抗告 维护厂商的权益 现在已经投产的生产的这些企业 他不会受停止生产的这个状况 就是这番说法让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再发新闻稿声明 中科三级的停工可不是行政院长说的那样 白纸黑字写的是停止实施开发行为 包括施工及营运 这让吴奎今天又改口了 只要裁定经过抗告厘清就会照办 那厘清的结果就是法律铁折 就是一定的规定 那我们只有遵照法律的规定来进行 协助后离农民打官司的律师林三家批评 行政院长曲解停工的裁定 根本就是不懂环品法 学者也质疑从中科三期判决环品撤销 环保署还登广告批评法院 甚至还说环品法应该有环保署来诠释 再在显示这些行政机关的民主素养 还有待加强 环保律师詹顺贵也说 白纸黑字终于让行政机关没有硬拗的空间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